如果壓迫的話 讓這個時間走完 應該這場比賽都過半場之後 應該是不會攻啦 那新北國王要準備在主場來迎接他們的連勝 昨天對上領航員 今天對上鋼鐵人 都在下半場甩開了對手的糾纏 而最後的比數就會停在109比93 也要恭喜新北國王拿下